歡迎收看雲端最有錢 有看就會變有錢 大家好 我是慶怡 我回來了 那麼今天是我們這個數年之後的開圈第一集 雖然說這個本來應該祝福大家開宮大吉 但是看到這次財庫開紅盤就是個大雄開出 那麼今天的盤勢我已經穿在身上了 穿這樣大標5回是希望負負得正可以有激勵的效果 那不知道今天這樣的一個盤勢下來後 大家現在覺得如何手上的股票有做一些處理 有做一些調節嗎 我們今天會一一來幫大家整理 那麼當然現在大家的恐慌還有很多的這個因素非常的多 我們先幫大家整理一下 目前到底疫情的發展情況如何呢 常常說這個最壞的時候也有可能是一個最好的時候 股市不怕漲不怕跌 就怕它不漲不跌 不怕牛不怕豬 不怕這個熊就怕它是一頭豬 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武漢肺炎 在全世界蔓延的情況 現在確診的病例現在目前整個病例是有14635例 這是接受昨天的統計為止 那麼死亡是來到305例 那麼這地圖你可以看到密密麻麻 就不再一個一個來跟大家來報告了 那基本上是可以看到 幾乎全球都出現有感染的一些病例 那特別是在2月2號 慶應特別是從菲律賓回來 那麼當時昨天也是公佈了在境外第一個染病死亡的地點 就是在菲律賓 是一個44歲還在重年的武漢的男子 所以這樣的消息一出來就讓大家更加年輕人心惶惶 剛剛也出現這個非常年輕的深圳的外送員 他也染病 他沒有去過武漢竟然染病 那麼在這個染病之前 他還不斷的在這個外送餐點 會造成一些影響呢 我相信就是對磐石造成一些大家心裡面的一些因素 那麼另外對實質上經濟會發生影響了 當然首當其衝之一就包括了這個停飛 很多航空公司停飛 對一些外貿一些交通這些等等 造成非常大的效應 目前已經看到是有43家的航空公司停飛中國 那麼有63個國家是限制中國入境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我們非常熟悉這些航空公司 那基本上都在停飛的狀態 那剛才這個本來要開航的星雨也宣布了 到3月底之前都是停飛的 那我們台灣也是要受到食欲之殃 這個義大利我也是剛剛回來 義大利我們現在也是沒有辦法再飛到義大利了 那越南是這個前天有出現這個新聞 是大逆轉的情況 這個航班的最近消息會隨時在這個更動當中 那我們來看到在這些因素之下呢 反映在大家最關心就是股市 今天台股目前是跌了差不多160點 我們回顧大家為什麼覺得今天會比較緊張 就是因為禮拜五道琼一跌跌了600點 恐慌性的賣壓不斷的湧出來 三大指數道琼跌了2.1% 就是去年8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那麼這個標普500NASDAQ也是跌了1.8%跟1.6% 這是4年來最重的一個週限的跌幅 那裡面跟大家比較關心 密切比較關心的就是Apple 因為主要是說這個中國大陸目前這個復工開工的日期 都非常的不確定 還有中國Apple的門市都關閉了 所以在這個禮拜五也看到美股的Apple的部分 蘋果是中錯了4%多 那台股今天一開始也很緊張 大跌129點開出 盤中是中錯了到這個300點 但是我也奇怪今天大家最關心的是陸股 今天陸股目前這個跌幅差不多在8%左右 這一開盤就下跌8%人民幣也貶值 但是我也奇怪在陸股下跌之後 反而台股的跌幅開始收斂 這要怎麼樣來解讀 我們另外來看到 這邊是在歐洲的部分 美股受到影響 歐洲也受到影響 歐洲股市也是全線向下 特別是奢侈品牌成為重災區 為什麼呢 我們到其實歐洲的經濟是靠誰在稱 靠中國 很多的奢侈品牌可以看到 包括瑞士中標品牌Swatch 還有Katia的母公司利豐集團 這些股價都下錯 還有Kuji的母公司 開雲集團 還有英國奢侈品牌Burberry 通通都中錯 特別是這些精品的公司 去逛季就知道那邊一定會寫簡體字 最近都是寫新年快樂 但是路客非常的少 大家不寫拼了 這個變成個重災區 好這時候中國人在幹嘛呢 中國人其實真的是蠻痛苦的 現在只能夠自癒於人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想這個網路上 大家看到非常多畫面 這是在上海機場被拍到了 因為口罩跟我們台灣一樣 這邊更慘 一兆難求 大家乾脆 小朋友用塑膠袋 把它套著 很危險要出門怎麼辦 竟然出現這樣的一個奇景 一開春就出現這樣的奇景 那像2020有人說富貴象徵就是這樣 多戴幾層口罩 就代表你很富貴 最新土豪的解釋 就是我有很多的口罩 另外這次朋友圈都在發 因為目前傳出來可能就是蝙蝠吃野味 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朋友圈都在發 疫情過後你最想見到的人是誰呢 大家說我最想見到這個吃蝙蝠的那個人 你到底會不會飛了沒 你呈現了沒 你吃個夜棉壺不要緊 全國現在十幾億的人都在陪你在家坐月子 你看看大家現在什麼心情 自於愚人打油屎都出來了 目前這樣一連串的一個反應之後 到底你手中的股票 哪些應該要停損 哪些是你可以判斷停損的標準 哪些可以繼續的持有 那麼甚至大家知道危機入市 最壞的時候到了嗎 現在可以加碼了嗎 馬上接送我們今天現場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萬寶周刊總編輯莊正弦 歡迎專門主持人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午安 好第二位是我們的財經系的教授 段昌文歡迎段老師 主持人好還有各位聽眾大家好 好自身分析師王趙莉歡迎趙莉 主持人好各位投資人大家好 好一連串講了一大堆 因為現在這個新聞 這不斷的在更新 消息真的很亂 事情到底有多大條多嚴重 我想請我們現場三位專家幫我們舉拍好不好 你覺得現在情況你認為是樂觀還悲觀 我們應該要樂觀也看還是要更悲觀 樂觀幫我們按圈好不好 要更悲觀按X好不好 你覺得 你覺得 中間 現在什麼情況 大家都不知道 兩位中立一個是 政協你是說不要那麼悲觀 我覺得分兩個方面 因為你是按X是悲觀還是 你是悲觀 我是比較悲觀 你是更悲觀 講一下 應該來看的話我覺得 我們出過這個大群聚的移動 其實都還沒有發生 那再怎麼拖拖到2月10號 或拖到怎麼樣 都還沒有真正的出現大群聚的移動 我覺得到真的大群聚的移動 那是封城也擋不住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這一次雖然致死率很低 但是傳染力很高 剛才也講了 這外送小哥 你想他每天為了搶錢 他一天要外送多少匹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恐怖的 他發病之前不斷在送餐 哇塞 嚇死人了 這次還有一個特色 過去我們一兩耳溫 就知道這個有沒有發病 可是這一次的 前面的潛伏是長的 所以你也許並不知道你自己發病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 可能就會研發非常大的一個疾病 所以我認為 以目前來講的話 雖然封城已經控制住了 可是又有一些新的人口移動的狀況 可能會讓疫情 又觸發了一個比較難想像的一個狀況 因為昨天上次又增加了溫州 為什麼說溫州 說隔他千里遠 那就是因為很多溫州人去湖北經商 所以現在溫州是 兩天全家只有一個人可以出去買東西 這個影響其實是越來越大 因為消息不斷的在出來 那兩位剛才是覺得好像一半一半 是什麼意思 你先哪裡 但老師 美股也中錯 但是問題是 大家知道說今年美國要選舉 我想美國的政治人物 應該不會讓美國的股市 會再往下走 但問題在於說 這一次的疫情是爆發 是在股市比較低迷的一個地區 也就是中國地區 我們想到說這個 之前的SARS跟這一次的一個情況 不大一樣的地方在於 2003年我們知道說 2003年我們沒有手機 也沒有智慧型手機 但是現在有智慧型手機 而且你是在一秒鐘 就可以接收到訊息 所以這個是更恐慌的一個情況 會引導所謂的投資人 會賣壓性的一堆都會出籠 所以我是認為說 跟2003年去比的話 我覺得是 跟現在的時空環境是有一點距離 因為現在時空環境的話 消息更快 對消息更快 而且科技更進步 老師讓我們看一下 到底武漢 是重災區武漢 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特質是什麼 你想會怎樣 有很多 比方說像台灣的一些媒體的話 都認為說 武漢是我們的半導體的一個重鎮 但是我認為是說是這樣子 我們根據所謂的這個 武漢的一個產出跟支出 跟它的一個支柱的一個產業 我們要搞清楚一下 它最三大支柱的話 是所謂的就是汽車 再來是通信跟電子 還有生物醫藥 大家不要搞錯了 那我看一下這個版面的話 那這個版面的話 是武漢A股上市的一個 當前市值的排名 所以也是可以告訴我們大家 是一件事情 也就是武漢不是半導體的重鎮 但是有其他的產業 我們要小心的部分 這是我們武漢需要知道的 那再來是 所以它這些跟台灣連結深嗎 汽車製造業 通信電子生物一樣 都不甚很深 都不是很深 所以這一次的疫情是 我是覺得是因為 大家拿了一個智慧型手機 訊息傳得太快了 大家都在恐慌中 所以Apple跌是合理的 就是它害我們跌這麼多 OK 趙麗你怎麼看 現在很多人說已經賣到剩下兩檔 你到底賣了什麼 好像很high的樣子 其實我也覺得大概是 比較沒那麼恐慌 因為其實你去看SARS的時候 假如說以現在跟SARS來做比較 其實SARS當時來講 其實以入股或台股的部分 其實都是相對低檔的位置 就是說那時候經過2000年的一個網路泡沫 然後之後回檔完之後反彈遇到 所謂的一個SARS的視線 那它本來就是一個空頭 那其實在多頭市場的時候 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之前是多頭市場 等一下我會舉例 之前有幾個例子也是一樣 多頭市場的時候 就是說就像水一樣 它還是八九十度 它突然間降溫到五十度 可是你在柴火再燒一下 它就會回到六七十度七八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地方跌下來之後 其實有可能在年限附近大概就會止跌 今天是有撐住半年限 半年限 你看今天大概就有一點支撐 那另外一個其實 就是我覺得這一次來講 但流感的疫情也很嚴重 只是說流感死亡率低很多 大概千分之一 那這個大概2%的一個水準 不過流感真的更多人 對那也是很會傳染 所以我覺得其實假如說 就這樣情況來看 我個人覺得短時間這個地方 大概應該利空會開始慢慢墮化 因為這一次感覺對經濟發生影響 是因為各國的防疫的力度拉得很高 還不見得是疫情的問題 是到處都封城對不對 到處航班都停飛 這對經濟一定是會發生一些重點影響 好 因為現在距離收盤剩下9分鐘 分析師講一下 趙麗你分析一下 我們直接先問這個中災區 路易守仲有這個陸股ETF的朋友該怎麼辦 對陸股的ETF我跟大家報告 之前很多人買嘛 對沒錯 過年前都賺了一波很開心 其實新興開放盤的時候大概都 我們的ETF跟陸股有關了 大概都跌10出頭趴 10% 11% 12% 因為預期在今天開盤的一個陸股 大概就是會中錯 大概10%的一個水準 那目前來看的話 陸股的部分大概也大概8%多 沒有真的跌10% 所以我個人認為 其實陸股這個地方 當然短線上不一定 它會開始出現 我們看一下最新的這個圖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今天的一個走勢圖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今天的走勢圖 目前大概上陣指數 大概跌7%多 跌7%多 目前大概跌7%多 那我們假如說 從最近這一年的一個走勢 來做觀察的話 你可以發現 它的頸限位置 就頸限位置 在去年8月份的時候 其實跟現在有沒有 就是這個位置點 對 跟現在這個位置點 大概在2768 2750這邊 其實今天也大概2750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來講的話 大概是第一個 所謂的一個頸限支撐 那假如再失手 那當然有可能就會往 2500點來進行回射 不過我覺得 除非疫情真的在大幅的擴大 不然的話 往2500測試的機會 說真的不大 除非疫情再擴大 現在就是怕疫情會再擴大 可是我覺得 當然啦 現在大家都很害怕啦 可是我覺得 就是這個局面假如擴大 除非真的是 整個都失手了 你知道嗎 就是真的失手 那我個人是覺得 全球的防疫 拉這麼高的狀況 不容易全部真的失手啦 所以應該是說大概 僅限2750到2500點這個地方 應該是一個支撐位置 2750跟2500點 對這個是上陣的部分 所以現在有持有的人覺得怎麼辦 好來 那這個問題點就來了 就假如說你現在真的是 因為ETF的部分 有的是融資 有的是現貨 假如你是現貨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 理論上不用去賣 因為今天已經大概跌了 最近已經這兩三天跌了10%了 那其實這個地方來講 我覺得 你比如說用到金字塔 金字塔的模式 往下來講的話 分批接到2750零點 我覺得理論上應該是OK啦 分批現在還掉下來開始接 對慢慢接 就是你把它分成2750到2500 接到你覺得 250 2750是個支撐這一局 對 你就是往下接 我覺得理論上應該是OK啦 我現在大家講話站在那邊 理論上啦 截至今天新聞公布為止 明天再封三個層就不一定啦 對對對 這個要看新聞的狀況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大家當然很恐慌啦 那現在可以先觀察一下啦 那之後再慢慢揭曉 真的往下點 那個段老師你的意見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中國股票ETF的表現 現在列出來這邊是將近一年 過去這一年來的話 其實漲蠻多的 像群益深圳這個中小板漲了40成左右 那這個國泰中國A50這邊 因為150這邊漲的是36% 其實還有正二這些漲的都很多 那當然這個正二怎麼漲現在就怎麼跌 正二最近都是嚴重的受災區 因為也是跌二 段老師你怎麼建議 我就看這一張投影片 那我是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在台灣賣的有關於A股的一些 ETF的話是相當多 那當然我們要看到一檔ETF要追得好的話 我們要看它複製的能力要比較佳 所以因此我是認為是富邦上陣180 因為它是採取最佳化的 而且複製的百分比達到90% 那另外一檔是國泰富時中國的A50基金 也就是00636這一檔的話 它是採完全複製法 完全複製的百分之80%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 這兩檔在台灣是比較妥當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A股的部分的話是 也就是摩根史萊尼 它也是陸陸續續的 要把這個A股納進來 所以量冷的部分的話可以預期 也就是未來它一定會逐步的再攀升 那不建議的是 例如說元大標誌不升300這一檔 因為這一檔的話它是連結式的 它連結式的話是把你的錢收集起來 它去買香港的ETF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費用就會有多層次的 它給你收了兩筆費用 台灣收一筆香港再收一筆 那另外一檔是標誌上陣50 這是8201 這一檔是直接跨境的 也就是採取就是國外的ETF 直接移到台灣來上市 而且管理的單位的話不是我們台灣 而且是國外 所以這兩檔我是建議的部分 就是你如果說要操作這兩檔的話 要比較小心 那如果說你要追大陸的A股的話 我是認為剛剛所講的那兩檔是比較妥當的 好 那聽不清楚了 自己這個 我們的影片都可以重複再看 所以這你覺得完全複製的 反而是可以 你剛剛建議不是賣掉 是可以進場 對可以進場的 就是說 現在疫情還在不清楚當中 現在可以進場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追A股的話 因為A股現在是在 大家不知道要不要追要問你們 如果說你現在是要追A股的話 因為A股很多人在2018年就開始在瞄了 也就是說一直在看說為什麼陸股都不上來 都是美股跟台股在上來 那這一波我想應該地基期還是會被人家看得非常重要 那因為高級企業都在美股都在台股 所以如果你要追A股的話 我認為是也就是剛剛我們照例分析師所講的 也就是要等到疫情穩定之後 這個也就是股票會穩定時期 所以老師意思說現在有A股的這些大陸的ETF 你覺得是可以繼續持有 兩檔 兩檔 就剛剛那兩檔 比較完全複製的 可能跌下來反而還可以有加碼的空間 對不對 這是老師的意見 好台股 振錢 台股我幫大家看這個圖好了 其實這個圖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把它回去把它放大 簡單來說 大家說兩個不能對比 為什麼不能對比 因為一目了然 我們在SARS的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股票是便宜還是貴 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我們在現在我們的股價是貴還是便宜 那很多人都還等著說 抄底的時候不是要趕快去搶嗎 剛剛趙麗也說可以分批 我真的覺得 因為趙麗長期在法人圈 以法人的做法是這樣 可是我知道螢幕上有很多小資族 可能沒有辦法分批入場 可能進了第一批 進了第二批 就進了 就過產了 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簡單來說 我說如果你是用法人的搶法的話 的確可以分批 可是如果的話就是不要接刀子 我們與其等它打底之後 漲了3-4%穩定了 我再去賺最後那5% 而不要去猜它的底部 那怎麼來確立可能的底部 我們來看SARS 我們就只要看這個量價 量價是最容易感覺得出來 你有沒有看到 北市台股的低點 或是出市的任何低點 它一定伴隨著什麼 凹洞量跟底部量 所以你看SARS到最後有沒有發現 它怎麼見底的 就是沒有量 從來沒有在高量的時候 一換手 換一換手 大家就上去了 那個過程就比較 就比較底部了 當然 那就要多頭的延續 可是目前來看 我認為投資朋友可以看到 這個量 都還沒有萎縮 然後這個位置也是相對的高 我認為真的在底部的話 或者說到了一個大多沉澱以後 可能要等到它的量稍微縮下來 不一定要輸到這麼低 可是至少要有些凹洞量 你覺得才是個進場的區域 才是一個比較小知足 比較穩定的進場時候 當然如果你今天不是一個 所以你連進場都賭徒就對了 類似外面 有些是法人的做法 就是我必須持有股票 我覺得法人的做法 跟一般的小知足 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所以我想說 如果螢幕上有非常多小知足的朋友 可能可以等到確立 安全一點 那凹洞量就等到大家完全絕望 就是絕望都不想看 最恐懼的時候 是是是 所以我說這也許是一個 過去來講 一直都還算蠻準確的參考指標 給大家做參考 你每次覺得你已經遇不到對的人 你嫁不出去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突然出現 猜絕望絕處逢生 好 那現在到底 我們再回來講 這個大陸這部分 你剛剛講的ETF 那有人數可不可以來買 富邦FIX 或買一些反向的反二的ETF 會贊成嗎 反向的 對 我 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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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說現在空路股不是很 很正常的事情嗎 身為都不贊成 為什麼 好 最近反向的漲蠻多的 其實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 其實你看這個 FIX的一個指數 FIX的一個指數 S&P500 FIX 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的一個指數來講的話 從大概2005年到現在 它的一個均值來講的話 幾乎都是在20以下的水準 幾乎都是在20以下的水準 那你看 你只要買FIX FIX的部分有高的話 都是突然之間遇到大力空 突然之間高上去之後就下來 幾個月 這個月線 幾個月又下來 那其實說真的 你這個月線 你要等到這一根上去 要等很久啊 那重點是你的成本 因為他們都是做期貨 FIX的一個期貨 去做避險 所以操作成本太高 又有手續費等等 管理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 其實FIX真的不能長期投資 長期投資的話 基本上都是必輸 對 他們有長期投資 FIX不就是黑天鵝的時候嗎 現在黑天鵝這麼多支 不能買 我是這麼認為 就是說 到底你了不了解VIX 那VIX是什麼 其實我們華人圈 都把它當作是一個恐慌指數 一恐慌就買 對 其實這不夠精確 買了就更恐慌 我覺得美其米VIX是編鑽出來的指數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IX VIX它的FAMILY的Product非常多 它的相關的產品是非常多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跟指數之間的關係 它跟指數之間為什麼會乘反比 基本上是因為 我們看一下如果VIX上漲 指數會下跌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原因基本上是不確定性因素很大 所以才會造成波動性上漲指數下跌 那不是因為波動性上漲指數下跌 這個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因為這個VIX是CBOE CBOE它所生產出來一個指數 它在賣指數跟S&P500的Index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相關產品非常非常多 它光靠一個指數在那邊編了一個公式 大家知道說這個VIX的公式裡面 有一個負向是指數 負向 負向是指數什麼意思 A加V減C 那個C是指數 所以指數如果上漲 VIX當然就下跌 指數如果下跌 VIX當然是上漲 所以這個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再來是說 我們它到底是不是恐慌指數 那看一下它的商品 而且它是追蹤美國的一個期貨嘛 對不對 對它是追蹤美國 所以如果大陸恐慌你買這個也沒有用 它追蹤美國的嘛 對 沒錯 所以我是這麼認為 就是說你用VIX的話 當然是有人靠這個VIX賺錢 為什麼 因為VIX有很多的投資人 是靠偶發事件 但是如果我們是在講一件事情 是在做投資的話 你就不應該買VIX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富邦的VIX 那這個富邦的VIX的話 我們看一下它的全民 哇好長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紙板 看一下這個全民這麼長 問題是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說明書 它的說明書總共將近250頁 大家有看過一頁嗎 沒有啊 我有看過一頁 他就說這是為了黑天鵝而設計的 然後人家其實有建議說 這個這一檔產品不適合長期持有 是問題是它買的是期貨不是現貨 它買的是期貨不是現貨 再來它追的是報酬率不是指數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再來是我們看到這個紙板 這紅色的部分 這紅色的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VIX它適用的是正價差 它一定要換月 它買的是近期的 所以它一定要換月 它越換越貴 越換越貴 羊毛生在羊身上 誰在付這個費用 那當然就是投資人 所以為什麼富邦當初上市的時候是20塊 現在是變2塊 現在是變2塊多了 那當然這個在美國有很多的VIX相關商品 已經下市了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幫大家總結就是VIX這段時間 就算恐慌也不要投資 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可能都不是那麼高手中的高手 沒有辦法看得那麼準 而且它其實這個轉倉都是有這個時間的成本 這個月投資其實你會虧越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 剛剛講湖北武漢設廠的排商 當然是重災區 那一些是最嚴重的 趙立 對 沒錯 我想在設廠的一個部分來做觀察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些都是大陸的廠商在湖南 湖北 湖南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 你像記憶體的部分有長江儲存 有武漢新興 造益創新 其實今天的股票像造益創新 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都是跌停板 今天都是10%的一個跌幅 面板的部分來講的話 有京東邦 華興光電 天馬等等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面板族群都很強 因為理論上來講的話 有轉單的一個效應 因為那邊假如遲延不開工 現在有的要2月10號 有的武漢地方更嚴 更麻煩 有可能要更久的一個時間才能開工 另外的台商的部分 PCB的部分 你像台光電 南紙電 電影等等這些股票 有些是台商的部分 所以你去觀察 我覺得就是說 受到這些影響 就是說受到疫情影響的 這一些台灣的企業 你也要分別 假如它的營收佔比真的比較高的 那你有可能這一波假如真的有逢反彈 我覺得還是要減碼 那假如營收佔比比較低的 那相對上來講就比較沒關係 你比如說像華通等等那一些 我覺得相對那我舉例兩檔 當然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你比如說像電影的部分 好電影的部分 在所謂也受到疫情的一個影響 那最主要來講的話 你看到它只有大陸兩個廠 大家在台灣的廠已經收掉了 你知道嗎 那它只有大陸兩個廠 營收佔比一個在昆山區佔70% 一個在湖北的黃石佔30% 所以你看它的一個股價就很弱 這幾天真的非常的一個弱勢 那假如說以這種股票來看的話 有逢反彈 其實我覺得理論上應該以減碼為主 因為PCP假設 因為現在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因為之前來講的話 有一些是在庫存去話 電子業有一些真的在庫存去話 所以現在的庫存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不是那麼的多 假如疫情爆發的話 當那個所謂工廠一直延工的話 那其實說真的對這些電子供應量 確實會有一些的一個影響性 那另外男子電的部分也是相同的 男子電 因為它最主要就是轉投資 富士電子的部分 富士電子的一個黃石的營收 佔它的佔比大概13% 你看男子電最近的營收 也是相對是比較弱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假如PCP當中或者是其他電子業 比如說有一些像航空 我覺得也會受影響 餐飲業 尤其是以大陸為內需的這些餐飲 當然一定都會影響 旅遊業也會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些基本上反彈 應該解罵為主 連結越深就跌越深 其實現在台商壓力很大 因為這個復工遙遙無期 那很多像我一些朋友說 他們一些員工就在湖北 在封城 員工不能來上班 薪水照付 工廠不能開工 你沒有生產量 錢照付 當然這個 然後這個復工的這個時間 一直往後延 當然大家壓力是非常大的 好 但是這個時間點 我們常說最壞的時候 也是最好的時候 你一定聽過危機入市 問題是什麼時候 這危機要多大的時候 是入市一個最好的時間點呢 幫大家來複習一下 常常這股票人家說1萬2 1萬3之前 他說不敢買 那跌了之後你也不敢買 那到底什麼時候給他進場呢 系統性風險 特別是非經濟因素的 系統性風險的時候 常常就是一個最好的時間點 我們來看 過去歷史曾經發生 這個非經濟因素 不是因為經濟造成的 系統性風險 台股大跌的情況 大家都耳熟能詳 1999年台灣的921大地震 2001年的911恐攻事件 2003年跟這次最像的SARS 還有2004年的319槍擊案 2011年的這個日本311大地震 當時台股就在那邊跌 跌500多點 765點 633點 795點 跌了311是最大 跌了1149點 我記得那時候感覺有些特色 就是其實跌幅 就算跌的時間都沒有很久 差不多跌10%就只跌了 差不多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當然 剛剛主席所提到的那張圖表 也非常的棒 那我做另外一個圖表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來觀察 比如說 因為大家我覺得現在釐清 大家都認為這次跟SARS 是類似雷同性很高的一個部分 那我覺得就疫情來講 或許是有一些雷同之處 可是就股價的位置來講 真的完全都不一樣 因為SARS的時候 它是空投市場的結束之後的板台 因為網路泡沫 剛剛有提到 然後到92年2月3號公佈SARS第一例 我們是第一次公佈病例數 不是第一例 就是說真的完全中國把它 可以完全的老實的公佈出來 這個是在2月3號 2月3號之後 那因為是空投市場 所以那時候的跌幅19% 它不是三天跌19% 它是花了兩三個月等到和平 台灣和平醫院封院之後 才出現了跌19% 波段整個跌19% 不是三天 現在是 封院那天現在回頭來看 就是最低點 最值得進場的時候 最恐懼的時候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 它跌19% 然後它的止跌進去 因為七千八年 因為空投 所以它那時候沒有什麼支撐 它只有形態上的支撐 最跌到在前一年的10月份的低點 大概接近前一年的形態支撐 因為它是空投 軍縣都已經失守了 之後它是走一個長多 走到97年 所以那時候是空投之後的長多 那假如你說這次跟SARS相同 那是不是這次跌完之後 要再走長多 那它的長多是走到9800多點 從大概4000點走到9800多點 當然我覺得現在是不太可能 好 那我覺得跟這三次比較像 這三次就是93年320的 總統大選之前的兩顆子彈 其實那時候兩顆子彈也很恐怖啊 第一次大家發現 怎麼總統會被槍子彈打到 不管啊 不管是怎樣子 我的意思說 那一次也是兩三天 大概跌了9.4% 跌到什麼位置 半年線 你去看那時候線型是多頭啊 所以才有半年線才有支撐 好 那之後呢 跌到兩三天之後 我記得兩天三天啊 跌到之後彈了14.9%之後 再盤完頭之後再破底 就是走另外一個空投 那100年100年3月11號 那時候也很恐怖啊 日本海嘯核災 那時候大家終於跟蘇二的車肉比 類似 恐怖死了 結果那時候也是跌兩三天 跌5.88 也是年線 因為多頭嘛 所以下來年線就撐 之後呢 反彈12.78 之後走破底走弱 那另外一次呢 其實大家不要忘了 去年伊波拉病毒也是很嚴重啊 在7月18號的時候 跟這一次 這一次的疫情一樣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把它列為國際關注的 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嚴不嚴重 也是很嚴重啊 對什麼時候 去年的7月18號 那我跟大家講 去年7月18號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一個多頭市場 所以它又打到年線 總共你可以看到 少一點的5.88 多一點的大概10% 所以我個人認為 然後之後創新高 那創新高等下我再講 因為創新高之後 我拿圖給大家看 大家比較有印象 我先看一下 聽起來就是之後就會另外一波漲勢出現 對 就是反彈啦 不是 我的後面這三次會很像 你看一下 這個圖表 93年3月20號 總統大選就是這兩天 砰砰下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兩天 然後之後就開始出現 類似逃命 假如說講不好的 不好一點就是逃命完之後才會跌 對 好來 那第一次 因為多頭嘛 你看到線型全部都是多頭 好 那第二次100年的時候也是一樣嘛 311大地震的時候是這邊嘛 那它也是多頭嘛 那時候都是多頭 所以打下來之後也是黏線 然後之後盤盤盤上去之後 再掛嘛 你說大家都還有機會賣就對了 對 還有你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去年的 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的時候在這裡 就是在這邊 這個時間點 就這邊 也是下來之後碰到黏線 不要不要不要 好 可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9月10月之後 它可以再創新高漲一大波 是因為 我剛剛我有做一個圖表 就是說央行的部分 商大央行 美國 日本 跟歐洲央行 其實在去年大概 8月份 9月份的時候 開始寬送貨幣 尤其廢的是在10月份 開始又大量的去買 他們的一個政府公債 釋出的金額說真的蠻多的 大概在10月份的時候 我記得沒錯的話 在10月份大概每個月都有 1030億的美元 所以我的後面去年底那一段 是因為資金整個寬中 錢還在 所以現在 好我再想一個觀念 中國現在是1.22兆進來 對沒錯 那現在我跟大家講 現在大家也會很不要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個數字 一個邏輯 你去參考 不是說我對疫情多有把握 不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去看一下美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尤其是2年期 3年期5年期 它的公債殖利率到今天 到昨天 它是跌破歷史的新低 它連去年的低點都跌破 所以大家要把資金往 所謂的債殖利率去 因為避險 可是假如資金是不夠多的話 錢往債殖利率去做避險 股票必崩盤 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 道琼、NASDA 費半這些 其實都在季線 甚至於在半年限制上 所以我認為 全球資金是寬鬆的 好錢還在 沒有流動性風險 最怕就信心 對啦就是沒有流動性風險 可是大家也不要太非常樂觀 現在理論上 全球的資金 它是沒有流動性風險的 只是說 這個地方當然它會壓抑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只是說 我個人認為 或許年限 它就是一個比較好的位置點 然後之後會進行一次的一個逃命 之後再往下跌 好 鄭嫻你怎麼看 因為之前其實也討論過 說會不會是今年 本來沒有疫情的話 覺得第三季可能會下修一下再上去 提前這樣子 這已經是史上最常要多頭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在找一個理由跌 那現在在找的理由 是不是這個疫情 還是等到FED真的要升級的時候 找這個理由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次要多頭真的長得太長 這理由是他找上午的嗎 我們沒有想到 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所以當然在短線上 我絕對認同趙立強 因為從技術面上 我們都看得出來 可能碰到年限 在跌到年限的時候 是一個前一波 四月 九月 十月 都在那邊做壓力的 很好的一個強短點 那一直在強短的過程中 到了半年限 會不會如趙立所說 逃命以後跌下來 對 我覺得照例剛剛已經講了 多頭的時候很容易 逃命以後再跌下來 對 所以我認為同志朋友 在這一關實驗 手腳要非常快 沒關係要逃命波 對 你逃命波上去 等於又回到 這時候你要切剩恐懼 OK 逃命波來的時候 會有什麼現象 大家知道是逃命波 我想逃命波很簡單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好像人數減少了 或者是疫情好被控制了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在放心的時候 在追逐的時候 會發現什麼 其實它的影響是蠻深遠的 待會我們會提到 它最早是全球的一個消費信心 還有就是說過 全世界現在都等著里遊跌 位置 我不再強調 位置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都要擔心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一直說找個點下來 大家減碼 就是說如果你願意在連線附近做一個持有 或者說你現在在辦現場 你願意做持有 投資朋友不要看得太長 不要說 我要回到之前的高點了 我跟你講越接近之前的高點 我會越接生候群 因為現在大家說 疫情高峰可能還沒有到 那一些防疫概念股 可以再強進嗎 防疫概念股簡單來講 就是你買不到的一定就會漲 這樣最簡單 然後你買得到的 趕快買 為什麼 因為它還能夠讓你買得到的 那它就一定是弱勢股 你可以看到 每天都有一些股票 莫名其妙 像今天有兩檔紡織股 莫名其妙漲停 一檔叫新鮮 一檔叫莉莉 因為有些分析師 有些分析師說 因為不支部的上游有用到 大家都知道 這種股票漲上去 不但要逃命 而且如果積極的投資者 去空它都有可能 因為事實上不是這樣 所以在弱勢的股票裡面 你可以找得出來 強勢的你買不到 所以我說為什麼不介紹 因為強勢的等你買到了 絕對沒有好處 你說 我運氣還好買到很大 那你就去跟它排隊 那你隔天還有機會 可是如果它後來爆大量 那就是完蛋的時候 那在這邊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特別聽慶儀的高收視率的節目 來跟大家講 有一個叫花王 很多人也都是洗手的花王 它根本就是一個印刷公司 是喔 它是一個叫花王印刷 那它也因為這樣子 真的長了三根停板 結果像當年 有一個叫上智資產 它賣了股票以後 台灣的上智半導體 忽然莫名其妙三根漲停板 然後最後上智下市了 我不希望花王這種事情 再度再發生 所以我只想強調 很多防疫乾淨股 你能買到的時候爆大量 也許就是短線的一個高點 那也不要盲目的去跟別人 來做一個搶進的動作 那其中比較基本面 法輪可能會比較買的 像南六 豪展 這些都是業績相對 營收比較好 法輪還會加碼的 不過我也提過 等你買到 短線等你買到 通常都不是好事情 所以我不是在這邊不推薦 而是說真的 你現在去排恆大13萬張 運氣好 那只能算你運氣好 那真的它爆量 每個都買到的時候 通常就是它的高檔 所以其實總統面前真的 比較穩健的一個角度 給大家建議 段老師你怎麼看 我拿2003年SARS期間 大家追的一些股票 它的異常報酬情況 大家可以看這一張圖表 這張圖表的話 我是把當年大家追的 比方說口罩股還有疫情 什麼防疫概念股等等 看在這個紅色線的部分 這條曲線的話 中間這條曲線的話 這個是台灣首次出現死亡案例的時候 死亡案例 開始累積起來的 那堆股票的異常報酬 這已經扣除掉大盤的 大盤的報酬率了 大概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跟剛剛 比方說我們鄭賢哥所講的 搶到的那些股票的話 你大概19天你就要趕快賣了 也就是說你搶到了 你等了19天之後 你有一波行情起來 當然絕對會有一波行情 很快又下來了 當年大概是有40% 這些股票大概會有40% 但是當你現在要進場去搶這些股票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會想到說 應該已經來不及了 當然我們如果說 從這一波上來的這個時間點的話 19天後 也就是說 從2003年3月26號之後一個月 4月24號 和平院封院 開始只有漲個幾天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搶這些 防疫概念股的話 我想應該有這個前車之見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買這些口罩股的話 那是不是有等同的效應 我們看這個鎮央的部分 鎮央 鎮央2003年 它的口罩的加速是500家 現在達到16000多家 幾倍 16000多家大家都還買不到口罩 這是大陸的 但是現在它的日產的片數的話是2000萬 一天就生產2000萬 問題是他們現在還在放假中 所以為什麼人家會買不到口罩 是因為現在它還在放假 聽說一個口罩 從生產一直到銷售點的話要有14天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的情況 剛好隔離完了 台灣2019年的情況 我們的日生產是188萬片 那我們看到年出口是1.71億片 這麼多 量能這麼大 但是我們出口到中國是185萬片 但是如果出口到日本的話 是有1.18億片 所以應該是中國大陸那邊要喊說沒口罩 還是日本要喊沒口罩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 年出口口罩的金額 我們達到大概1000萬美金 但是我們年出口中國金額達到821萬美金 這什麼道理啊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賣給中國大陸都是非常高檔的口罩 我們賣給日本的都是非常低檔的口罩 量大但是比較便宜 所以當然雖然它只有大概出口 中國只有185萬片 我覺得我們台灣有一個情況 就是把好貨都賣到國外去 那自己留下來都是一個非常便宜的口罩 就像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現在戴是比較便宜的 對 所以很高檔的口罩 以前都是往外送 那我們看一下 複製SARS經驗買口罩股正確 這是一家中國大陸 它生產口罩的廠商 我們看一下 它很會做生意 這藍色的曲線 非常會做生意 你看一下因為競爭的因素 所以它年年年年年都在地檢 它的淨利路人的部分 根本就躺在地板上看不到 也就是躺平了 所以這些口罩股的話 我想大家如果有一個印象的話 你如果看之前的 比方說我們用幾個新聞記者上面 他所播報的一些被追的經營情況的話 我可以教大家一個拉面選股法 拉面喔 口罩接到拉面去了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有興趣 我請問一下 看一下主持人會不會選 如果這兩碗拉面 不知道主持人 你會選哪一碗 營收500萬成本250萬 營收100萬成本80萬 很難選 可能是選我吃的是不是 我會選營收100萬成本80萬的 感覺成本比較高 非常正確 但是我們市場上 要吃要吃料好的 對要吃就是要成本高的 但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們投資的時候 我們就要找那些成本非常低的 那如果成本非常低的話 我們就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毛利潤非常高 賺錢非常多 錢非常多 他要去還債也比較容易 比現金流也比較多 那我們看一下最近很多 大家都在追的公司 大家都在追的公司 這些口罩的公司 紅色的部分的話 是2003年SARS期間 它還存在的 因為可能有一些已經被消掉 打信號是當時沒有上市的 但是有在新貴市場上面 那這些公司的話 對 這個雖然很多人都在追 但是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技術分析去追的話 恐怕只能追一天 或者追兩天 你的口袋可能會被掏空 那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的道理 那你如果要選這些股票 我不是建議說一定要選這些股票 是從這些股票 防疫股裡面 去選說比較好的公司的話 你的毛利潤可能要比較高一些 選超過30%的 但是巴菲特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ROE要超過15% 所以如果去挑的話 挑不到 對可能會挑不到 所以基本上 這些選股法的話 是也適用在其他股票 OKOK 給大家做建議 基本上感覺口罩股就是先不要追 買到就買到戴上去 戴得到就好了 趙麗先生大家非常緊張 哪些股票先停損 對沒錯我想 以目前來講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因為大概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你假如說 是從技術面的角度來做切入 因為目前的大盤 大概打到半年線附近 那假如說你的季線 跟半年線都已經下彎了 就代表你的趨勢 其實在最近 還沒受到最近的影響 其實你的趨勢 已經是走空了 那走空的狀況之下 當然它的反彈的過程當中 它的套牢壓力會比較大 我想這是必然的 那搭配假如說 它的PE是高於20倍 那目前大盤 以上 上桌五來講大概是18.76倍 那假如說你的PE又比大盤高 你的股價靜值比又高於2倍 目前大盤大概是1.73倍 假如說 在你的線型均線都走 季線半年線都走弱了 然後你的本益比 跟你的股價靜值比 又都比大盤來得強 那我問你 這種股票 縱使未來大盤真的有封盤 的話 你還是彈不高 因為籌碼面 因為基本面的關係 除非 有人家不知道的大利多 可是我覺得 股價基本上都會反映 你不知道的大利多 假如你真的有大利多 股價不會那麼弱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去檢視 投資人去檢視你的持股 假如是這樣 因為就跟均線 跟大盤來做比較 我想會是 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從均線下彎開始 大家自己檢視一下 其實我們的半年線 現在是上揚 年線也是上揚 那其實也打到年線而已 就是說 它還沒發生這些事 它就已經 半年線都下彎 那現在有受惠股嗎 有沒有受惠股 我再講一個受害的 除了口罩以外 這個是受害的 就是大陸有一些商場 這一些 你像白腦灰 或者大洋等等 其實這一些 相對上來講 都是比較受害的 對 受惠股來講 簡單來講就是 這次的重災區 就是PVB 所以我們要找超跌的 然後但是呢 是別人的失敗 就是我的快樂 意思是什麼 你們的場都在武漢 我的場沒有在武漢 那你們不能施工 那可能會轉單到我身上 那我先講 然後它有個特色是什麼 超級一定是本益比很低 所以我舉三檔股票 本益比很低 然後 廠都沒有在武漢 然後甚至 還在海外 有轉單的跡象 第一個 照例剛剛講的滑通 對啊 滑通 在武漢的比重非常的小 在台灣 還有非常多的產能 所以它 今年所有的法輪預期 都在賺4塊3到4塊5 那你看到 這股價還在40塊以下 那今天呢 也就在底部 出現一個比較長的 一個長紅線 我覺得這可以注意 每一個人都聽過的股票 那第二檔股票 現在叫做智超 8213的施殺特色在哪裡 它是一個 每年賺4塊的公司 它是國內最大的光電板廠 今天面板都反彈了 它是最大的光電板廠 它是每年賺4塊高配息 那之前也被PTP拖累下來 那我覺得是保守的人 這個每年賺4塊的公司 而且別忘了 它第一季還有1.5元的 千場費用會進來 所以今年會賺5.5元 股價才30幾塊而已 那今天再被PTP拖下來 第三個股票 大家也很清楚 就鴻海集團的PTP廠 叫2328的廣宇 前三季賺了2塊錢 它在做什麼 任天堂相關的PTP 任天堂 我們都知道最近 switch賣得不錯 股價前三季 去年前就已經賺了2塊錢 不要說DC還要賺錢了 打到20塊股價還低於 近值20.8 我覺得這些就是什麼 在湖北沒有產能 那轉單 他們都是大廠 有可能轉到他們身上 那即使不轉單 跟去年中的都一樣 那也都是本益比 已經被打到 只剩下10倍以下了 所以我說這個叫 別人的失敗 是我的開心股 當別人的廠 在武漢出不了貨的時候 這些本益比又低 然後呢 廠又大部分不單武漢的公司 投資人到這裡 可以多加留意 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快樂股 但是現在是可以買的時間點了嗎 我剛才已經說過這些的本益比 都已經低到一個蠻低的程度 即使它可能 如果再因為破底 你想想看 一個賺2塊5的公司20塊 或者一個賺4塊錢的公司38塊 或者賺5塊的公司33塊 我覺得目前來看 都是一個比較穩健的 長期投資本可以注意的點位 OK OK 因為大家現在看到股價來點 很多人手很癢很想 又怕接到刀子 幫這個廣大散戶問一個問題 我們的國民一切符0050-0056 之前說太高了 現在呢 我認為在指數上的一個問題 畢竟它都是跟著指數 我認為台股的指數 剛剛我們跟您解釋過了 逃命完以後 在高檔好像還有可能下修 所以投資非常 除非你手腳非常的俐落 我認為暫時不適合做中長期的投資 OK 所以你現在覺得這個時間點 是選股不選次 是 現在好股票 指數先不要管 這個段老師 0050-0056 我覺得0050的話跟0056要看台灣的一個情況 那問題是現在台灣 我是認為已經在高 在高點 現在又剛好又碰到疫情 那台灣受到中國大陸影響又非常大 我認為是何時是買點 可以看這個圖形 從疫情的走勢看買點 現在的疫情都還在攀升中 這是統計到這個1月31號 現在很擔心開學跟開工 我這邊有一個最新的 那這是趨勢 這是中國大陸最新的 已經統計到2月2號的 昨天的 那這個已經全部都在上升中 那下面這張圖形的話是死亡 跟治癒的已經死亡已經有在交叉了 交叉了 死亡的變多 對死亡的是已經逐步在往下了 但是這個治癒的是逐步在往上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到這個 現在先不要買就對了 對 趙莉最後20秒 我覺得ETF基本上現在 除非就是打到年限你可以短線操作 可是現在我覺得是以個股為主 面板的族群或者是半導體這一塊 相對上來講 我覺得打到選擇優質的個股是OK的 OK好 所以今天大家的建議是說 現在其實是買個股比較好的建議 對我們相對會比較好 因為指數的空間不會太大 那有人說他賣不下去呢 賣不下去 你是要調節他賣不下去怎麼辦 有什麼建議 賣不下去 其實我覺得就是要看你個股 剛剛我講的提到的技術面跟基本面 其實給大家做建議 當然這時候也是好公司出現好價錢的一個時候 我們密切大家繼續來關注 拜拜 拜拜